在1930年代曾经风靡全亚洲的传奇影星阮林玉 可以说是中国默片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她短短25年的人生就拍了29部电影 演活了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女性形象 而今年刚好是阮林玉的百岁名单 在6月底即将开跑的台北电影节 除了将放映多部阮林玉的经典作品之外 还特别找来了台北势力交响乐团 帮默片现场伴奏 重现30年代欣赏电影的特殊风情 一座小玩具为生的叶大嫂为了忠于丈夫 面对心意的男子追求只能选择拒绝 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语 但帝国主义侵略上海 动荡不安的战乱 却摧毁叶大嫂原本平静的生活 这部电影小玩乐是30年代当红女星阮林玉 演艺生涯的巅峰之作 他用极具心仪张艺的演技 诠释农村富人坎坷的人生 台北电影节更找来台北势力交响乐团 现场伴奏 要重现默片时代的特殊情节 我们那个音乐的速度跟画面之间的配合 就不像你拿罐头音乐 你录完电影的时候下去去做的时候来的准确 可是他是另外一份风味 也就是说他有个音乐 机上跟那个影片之间若即若离 然后他伴随着你实际上走完这整个片子 在30年代的默片时期 阮林玉可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从影九年就拍了29部电影 全市的角色从春妇艺人演到尼姑和乞丐 演活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女性形象 现在这个电影电视都很要靠这个声光 来吸引观众 那可是阮林玉他在默片时期 他其实光靠他的身体语言 跟他的面部表情 就已经可以打动人心了 当25岁那一年 阮林玉因为婚姻失败 成为北方话题 以自杀结束传奇的一生 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 令人不胜唏嘘 今年恰逢阮林玉百岁迷淡 为了重现早期电影的文化 台北电影节将放映九部 阮林玉的代表作品 重现一代巨星的绝代风华 介绍莹志诚 台北报道